首先,我們取用我們自備好的 稀釋過10個BPM的黃麴毒素 使用它所提供的小飾管需起一部分 如手冊所建議的我們D3CC在樣品的添加槽 接下來我們把另外一個 是我們剛剛自備好的黃豆樣本 已經釐清完了黃豆樣本 由於黃豆我們是乾黃豆,所以它會吸水 剩下的那個SAMPLE BUFFER其實非常的少 但是因為他們提供的小管子實在是生不進去 所以我們使用是自己的牌配跟TIP 小心的 取出微量的 加在我們的樣品槽裡面 好,根據說明書大概五分鐘後就可以進行判讀 好,謝謝 好,謝謝